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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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示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出席峰会期间 习近平还将引邀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机制领导人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 出席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举行会晤 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首次会晤 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多场双边会见 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等交换看法 此外 在这届核安全峰会上 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很忙 外界认为 展开对潮施压外交将是朴槿惠此行的主要议题 朴槿惠将在三小时内与美中日领导人举行四场双边及多边会谈 集中商讨对潮制裁问题 另外 此次核安全峰会与会名单中 俄罗斯却罕见缺席 白宫发言人罗兹称 俄罗斯拒绝参与核安全峰会是一种自我孤立 对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莫斯科认为 制定核安全峰会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兼顾各方利益和立场 我们感到 在初步制定峰会议题和专题过程中缺乏协作精神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俄方不会出席峰会 相关话题我们的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继2014年出席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后 习主席第二次出席这一国际会议 王健 您预期习主席这次将阐述哪些核主张呢 这一次是第二次习主席参加核安全峰会 体现了习主席本人也包括中国政府对于核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如果说这一次我们将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上一次峰会习主席的演讲中得到一些线索 上一次在致辞当中习主席阐述述了四个病重的原则主张 那四个病重就包括比如说发展和安全病重 权力和义务病重 自主和协作病重 也包括治标和治本病重 这四个病重 这四个病重事实上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中间很多的原则都深受各国的同意 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发展和安全病重 大家都明白核能在全世界发挥着重要的效能 但与此同时核本身带来安全的隐患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日本311大地震 那怎么样使用好核 管控好核 让核能既方便人类的同时 又不造成安全的隐患 这是习主席当时阐述的重大立场 我想这一次也会有所涉及 又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治标和治本病重 目前很多国家在管控核的过程中 只着眼于当前不着眼于长远 怎么样既立当前又立长远 也是习主席当时阐述的原则 所以习主席当时阐述的这四个病重 事实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我想这一次将就这四个病重 做进一步的具体的阐述 我们知道本届核安全峰会的召开 有这么一个背景 就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传出 核恐怖袭击的阴谋 许多人担心该组织可能取得油和布原料 以及制造脏弹 在这样的背景下 您怎么看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呢 的确这个事件既有重要性又有迫切性 基于两点背景 第一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IS曾经宣称自己拿到一定的核原料 然后做成了脏弹 这将给很多国家爱好和平的人们 带来严重的威胁 但与此同时 我们另一个严重的背景就是 伴随着难民源源不断的涌入欧洲国家 不断的发生 类似于前一段时间比利时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 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 大家就会感觉安全的形势的确非常的迫切 一旦恐怖分子依托于脏弹 制造在欧洲某个城市或者某个国家 制造一起类似的极端案件之后 将会造成欧洲严重的倒退 所以在此情况下 事实上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但是这些措施往往不成体系 只有在国际上 大家形成共同的一个安全体系 才能管控核燃料甚至核材料 每一步的运输处运 甚至制作成类似的脏弹 这样的行为 加强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一次核安全峰会 主题就确立为 要建设国际协调的核安全体系 我想这次会议上 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就这个话题 阐述自己的意见 达成进一步的协议 另外作为核大国之一的俄罗斯 这一次却罕见的缺席了 被白宫批评是在自我孤立 对此 克里姆林宫的解释是说 在此次峰会议程制定过程中 缺乏协作 您认为在俄美关系刚刚转暖的当下 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 俄罗斯这么做 基于两点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重要的原因 就是展示了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在这一问题上的深深的不信任 我们都知道 奥巴马上台之初 曾经提出一个 重建 重新启动俄美关系 这样的一个口号 两国之间谈的第一个话题 其实就是关于核的话题 就是怎么样削减各自的核弹头 让核的安全能够更深的推进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双方当时曾经达成了协议 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看到由于乌克兰危机 事态不断严重 造成了俄美之间 双方之间的关系深深的裂痕 那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 彼此信任不够 俄罗斯也不认为 这一次会议能够就核安全问题 双方达成更多更重要的协议 所以这是俄罗斯所做出一个姿态 我不去参加你的会议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 奥巴马的任期 行将结束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这时候 俄罗斯也不认为 跟奥巴马即便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下一任政府在接受之后 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推进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俄罗斯也不愿意去掺和 目前这一次峰会 可能产生的任何的成果 所以就造成了 俄罗斯缺席本次峰会 这样一个现实 这次峰会上 双边和多边会谈 也特别引人关注 比如说日本媒体就紧盯 美日韩三边峰会 如何对付朝鲜 而韩国媒体 则寄望中美和中韩领导人 会晤给朝核问题 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大家都知道 伴随着前一段时间 朝鲜的一系列动作 也伴随着联合国的相关劫域 朝鲜半岛的局势 正在产生着很多微妙的变化 在这一时刻 三国的领导人 借希望于以此契机 第一 展现统一的立场 第二 能够协调彼此一致的目标 彼此一致的意见 能够在未来 对朝鲜进一步孤立施压 希望能够缓解半岛局势紧张的局面 当然与此同时 在核安全峰会期间 我们习近平主席也将有多长双边的会见 很重要的一场会见 大家都能看得到 就是习主席跟奥巴马又一次会见 我想通过习主席和奥巴马彼此之间的会谈 能够继续推进双方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能够确保未来一段时间 双方的政治方向 外交方向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去迈进 与此同时 还有一场会见大家比较受关注 习主席和韩国总统朴景慧的会谈 的确 由于半岛局势的变化 朴景慧对于中方在朝鲜半岛局势上的立场 其实非常的关切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半岛局势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前一段时间 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事实上中方是投了赞成票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韩之间协调立场 确保半岛局势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 和平的轨道去发展 也是双方领导人要交谈的重要内容 欢迎收看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清凌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样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新闻 台湾媒体今天报道 透露蔡英文对外事系统的人事布局 将会由吕秀莲驻巴拿马 台行政机构的前负责人苏征昌 谢长廷分别驻新加坡和日本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不过民进党中央一大早就发布新闻稿澄清 党发言人阮昭雄表示 媒体报道并非 可能分别驻新加坡和驻日 外事部门负责人黄志芳 配合南向政策前进印度尼西亚 和中南美洲关系友好的吕秀莲 被点名到巴拿马 但吕秀莲发出声明表示 本人从未也绝不考虑在新当局 谋取任何公职 他还呼吁新当局要知人善用 尊重政治伦理与专业经验 切勿寻思弄全 语气很强 就他们两位来讲 我觉得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 应该也有其他适合的位置 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明 有关民进党天王派驻海外的报道 并非事实 新当局的人事蓝图到底拍板多少 他强调 相关人事新闻 还是以民进党正式公开发布 说了才算数 下面话题我们连线台北演博士 河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清凌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 两位来宾分别是 中国文化大学秋玉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应该来说 吕苏谢三位都是民进党 现在为数不多 还有自己政治能量的人 那么传出三个人都可能要被请出去 一个去日本 一个去新加坡 一个到巴拿马 到底这是一种人尽其用 确实需要 还是说这里面有蔡英文的谋算 避免党内大佬的权力斗争呢 我们请教一下两位教授 就蔡英文来说 蔡英文初登大卫 他当然想大学一把抓 可是这三位民进党里的大佬 以老卖老 常常对他指指点点 对蔡英文来说 不仅是卧榻之侧的老虎 同时也是让他觉得每一天 受到干扰的重要的来源 所以就蔡英文的想法 如果能够把这三个讨人宴的大佬 能够把他放逐到边疆去 做苏武牧阳 那不是顶好的事情吗 那张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各位要知道 民进党它有一项传统 这个传统虽然不能说是论知排辈 但是至少有几个 是民进党耀眼的新星 我就先讲 谢长廷 苏贞昌 蔡英文 吕秀莲 游锡坤跟叶居然 你其中叶居然会受到重用 如果是叶居然受到重用 而你对党内的四大天皇 你统统都不安排的话 万一这四个人联合起来的话 对蔡英文来讲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来看的话 蔡英文应该会以流放的方式 去解决他党内的冲突 或者避免他党内的冲突 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谢长廷 苏贞昌 吕秀莲 游锡坤 跟叶居然只要跟独派能够联合在一起的话 对蔡英文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那其实在这一则消息刊登出来以后 民进党中央是很快的就回应说 该则报道并非事实 请勿转载以避免造成当事人的困扰 那刚刚的话教授也提到说 这个报道它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民进党中央却急着来撇清 为什么呢 到底是说怕破坏了安排呢 还是说要演绎出就是说这样子放话吹风的戏码 民进党过去确实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说在重要的人事布局之前 他会先放放空气会放风 看看外界的反应 如果外界反应很好的话 就顺水推收 如果外界的反应不好的话 那么就还可以做一些调整 微调或者大调 可是我认为这一次 基本上他不是放风 基本上是一个蔡英文内部 他与吴钊燮 因为吴钊燮要担任他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 所以他们在进行的安排 人事安排与布局 可是没有想到 民进党里面还是留着在野党的那一种习信 他把党内还不可以对外批用的消息 事前就跟他相熟的媒体说了 于是就曝光了 而这一曝光的话 就给蔡英文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要把吕秀莲外放到巴拉玛去 那总得跟吕秀莲好好谈力谈 得到吕秀莲的首肯 他才能对外放消息 那现在还没有跟吕秀莲谈之前 你就让媒体已经报道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事布局 吕秀莲当然充满了不愉快 他觉得你蔡英文是敢压制上架 所以就蔡英文的党中央来说 他只能有个做法 就是否认这个消息是真的 把这个消息当成这个假消息 而且要发言人 党中央的发言人阮昭雄 来正式对外说 这是个假消息 你们媒体不要再传播了 同样苏贞昌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说过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群雄尽竹的一个政党 在里面蔡英文是临时的贡主 他夺得了大位 但是这些大佬服他吗 不服吗 因为这些大佬在为民进党在拼斗 跟国民党这个刀里来 活里去的时候 你蔡英文还是在国民党的软意之下 做你的一个娇娇贵贵的小公主 所以吕秀年当然看不起你蔡英文 吕秀年自在哪里 其实很清楚 他自在两年后的台北市长 他认为柯文哲的声势往下掉 他很有机会 他绝不想离开台湾 他离开台湾的话 他未来的梦不就没有了吗 那至于苏贞昌来讲 他也不是 自也不在新加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自然的这个消息 不小心放出去了 让媒体报道出来了 把台湾的一局棋打乱了以后 只有个方法做危机处理 就是宣布这个消息是假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 好 那这三位 吕秀莲 苏贞昌 谢长廷 谢长廷其实之前就被爆出 会派往日本 那么他本人对外表示说是要尊重 蔡英文真正的决定 似乎是有一点意愿 但是苏贞昌跟吕秀莲 是表明了有很强的反弹 我们请教一下张先生 就是这三位 他到底他自己的盘算 有可能是什么 我们先讲谢长廷 谢长廷他派往日本 是在邱毅仁 担任智库执行长的消息 确定了以后 谢长廷在脸书 是他第一个讲蔡英文要找我担任驻日代表 是谢长廷主动公布 那谢长廷主动公布 他只有一个用意 就是蔡英文跟他接触了 那换句话说 谢长廷他主动公布的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 你承诺我的事情 请你不要忘了 如果那你忘掉的话 或者又把一盘棋给改变的话 那就对不起 我会跟你翻脸 苏贞昌来讲 他也不会讲英文 他也没什么国际观 你把他派到新加坡去干嘛 他当然不想去嘛 他觉得把他派到新加坡 就是断送掉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机会 那至于吕秀莲 那更是看不起蔡英文了 吕秀莲在台湾 对蔡英文的批评 可以说是最犀利 是最多的 让蔡英文感觉到最苦恼的人 其实就是吕秀莲嘛 那你现在把吕秀莲派到最远最远的巴拉马去 对吕秀莲来讲 他不是等于 再没有在台湾再富起的机会了吗 所以吕秀莲当然不同意 苏贞昌当然不同意 所以这局棋 我就不知道蔡英文怎么收场 我们再来关注 有蔡英文家族涉入的浩顶公司案 传出新的进展 台湾所谓中研院院长 翁启会的女儿翁玉秀 遭人踢报是浩顶生技公司的股东 疑似卷入了这次的内线交易案 那么在29号的晚间 翁启会以健康因素为由 从美国致电马英九请辞 但是马英九没有准许 希望滞留美国的翁启会 尽快的返台说明 响应外界的疑虑 我们一起来看 所谓浩顶案 是指台湾浩顶生物科技公司 卷入内线交易一云 新要减蒙失败后股价暴跌 暴跌之前发生大宗交易 一次有关系人抽身逃跑 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 蔡英文包兄蔡盈阳 是浩顶大股东之一 所以案件尤其引人关注 案件关系人之一 台所谓中研院长翁启会 多次不当发言 令人生疑 翁启会女儿翁玉秀 拥有浩顶巨额股票 现在翁玉秀又再度被爆出 今年2月19号 浩顶公司股价 从712元新台币 开红盘跌到681元 翁玉秀当天上午出托股票 巧的是 当天下午浩顶公司就收到报告 新要解盲失败 两天后开记者会宣布消息 之后股价狂跌 外界难免质疑 是有内限消息 持续延烧 台所谓中研院院长翁启会的试人性 受到质疑 正义还未说清楚 人在海外的翁启会 却以健康状况为由 打岳阳电话向马英九请辞 并主动提到 请辞后就不到台立法机构报告 当场被马英九拒绝 马英九表示 翁启会的职务重要 不能用打电话请辞 外界有疑虑 就该说清楚 翁启会隔天再度请辞 还说医师不建议他长途飞行 因此无法回台 该由台所谓中研院副院长 到台立法机构被寻 在电话中并会同意 表示希望翁院长尽快反过 说明 尽速回应外界的疑虑 以维护中研院的声誉 外界担心 翁启会跟浩顶公司董事长张彦慈 关键当事人银眼梁等 发生串供等不法行为 对此安排翁启会 来台立法机构背询的赵伟陈学胜表示 在翁启会上位反台之前 应在一个礼拜之内 提出完整书面说明 并在反台后 立即向赵委会提出项目报告 这周生病请假 下周身体好了 翁启会应该要来面对质询 若有任何委屈 也应该要来说明 不是一味的躲避 这样对台所谓中研院和他自己 都有一定的伤害 浩顶案到今天为止 是越来越多的线索出来了 目前虽然是直指翁启会 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说 这是一起在台湾非常典型的 官学商勾结事件 那翁启会的话 可能目前只是一个开始 浩顶案有可能会牵出 一整条新的这种利益关系链 我们请教一下教授 您的感觉 你想想看 翁启会 盈眼梁 翁启会的女儿 翁玉秀 还有浩顶的董上张彦慈 这个视角的关系的模式 会只用在他们这个组合的身上吗 难道蔡英文跟他的哥哥嫂嫂的 附带投资 他们拥有的持股 要比翁启会更多 他们是第五大股东 那有没有里面有玄机呢 甚至这个蔡英文的副手 陈建仁 那么也被怀疑 当然他否认 说他女儿那个是同名同姓 可是据我所了解 那个应该就是他女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牵扯许多当台湾的当朝权贵 那这些人怎么会希望 翁启会回来呢 翁启会一回来的话 那一牵扯一调查的结果 再加上翁启会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面对民意 蔡英文扯进来了 把陈建仁扯进来了 把更多政治人物扯进来了 那这个破口就越来越大 变成堤防崩溃一巴不可收拾 所以他会像当年的 陈水扁案的黄芳燕一样 他陈水扁当年 那黄芳燕跑到美国去 就不要再回来了 那现在翁启会 一定也有高人指点他 你就留在美国 别回来了 在你美国好好的过你 育工的生活 你就不要再回来 台湾掀起一池春水了 好 那么谈到蔡英文 双英会在昨天的时候 正式的登场 岛内的媒体 对于双英会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广告之后 我们带您一起来了解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盼盼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我们来关注 台湾岛内的消息 马英九与蔡英文之间的 双英会30号 终于在外界的关注中登场 但是在长达 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 攸关过去八年 得之不易的台海和平 能否在520新当局上台之后 来进行延续的两岸话题 居然只是在最后一刻 一语带过 虽然两岸关系问题缺席 但是其实这个话题 才是牵动各方的焦点 媒体关切双英会 是否谈到九二共识 等两岸议题 马阪秘书长曾永泉转述 马英九提到 对于两岸关系 大家都很清楚立场原则 并没有继续讲个细节 蔡也没有回话 本来还要再提到两岸的议题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多做讨论 台湾媒体评论认为 双英会未能触及 最为关键的九二共识 以及福贸货贸等议题 成为这场会面的不足之处 评论称 在蔡英文不愿承认 九二共识的情况下 外界不经忧虑 两岸关系可能即将进入 窒息期或者停滞期 不论蔡英文方面 如何包装它的两岸论述 大陆关注的核心是一中 这一点是无可逃避的 两岸关系不是捉迷藏 蔡英文不必一直玩变装秀 台陆委会29号公布的民调也显示 绝大多数岛内民众 并不愿意看到两岸关系恶化 调查显示 主张两岸广义维持现状的民众 占86.7% 八成以上民众 支持继续推动两岸官方 互动常态化和协商制度化 事先预告的两岸议题 被蔡英文用一句 时间不够了为由 没有进行讨论 可以说是用了一个技术手段 来进行回避 为什么蔡英文要回避 对于交接来说 很重要的两岸议题呢 我们前教一下教授 道理很简单 蔡英文到现在 她仍然在闪躲回避 在两岸政策上面 要不要接受九二共识 要不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中 要不要承认自己就职典礼 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 这个对蔡英文来说 到现在为止 用女士春秋讲的四个字 她还在掩耳盗铃的状态 我不去谈 不去想 或者噩梦 就会晚一点到 但是问题是 这个问题躲不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更加烂人寻味 代表蔡英文 根本不接受 一个中国的原则 她还是秉持着 她帮李登辉 起草的1999年的 两国论的基本的看法 她仍然是个理念台独的 一个坚持信仰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或者也可以预测 蔡英文在五二零的 就职演说中 要她接受九二共识 两岸同属一中 恐怕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 好 可以说昨天的双英会 是一个标准模式的政治秀 就是一件在政治上必须要做 但是可能注定 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事情 当然 昨天的时候 台湾媒体进行了观察 那么台湾媒体的关注 其实也是相对较少 甚至还比不上之前 蔡英文和宋楚瑜的会晤 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先生 蔡英文认为 台湾的经济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马英九是需要负责 第二个 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轻忠 对于年金的问题 她认为是马英九拖了下眼 拖延下来 所以她等于是在帮马英九去处理烂摊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跟马英九当然话不投机 如果不是美国的压力的话 蔡英文还不见得要见马英九 那至于对宋先生 那宋先生他主要也是在谈到了 社会救助 年金的问题 两岸的问题 因为大概宋先生是在野之身 所以反而能够跟他畅所欲言 就是说因为蔡英文对马英九根本不信任 除了不信任以外 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马英九造成 所以他们会谈的就是毫无漫无边际的漫谈 但是对宋先生来讲 他是有主题的 蔡英文是对宋楚于是信任 反而对马英九是极端不信任 那其实在昨天这样一个双英的会晤当中 马英九称赞了蔡英文 提到他自己说的谦卑谦卑再谦卑 以及蔡英文要求民进党的明代 在520前要善待当局的官员 这给两党留下了合作的空间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台环保部门负责人在台立法机构 被质询时直接引发了心脏不适 送往医院 这说好的谦卑和善待到底到哪里去 还是说是不是因为民进党已经习惯了 做一个叫嚣的反对党 现在他的角色还来不及转变 那蔡英文仍然在讲口号 他提到说今天的界面上达到三个意义 一个叫民主 第二个叫责任 第三个叫合作 那马英九也很厉害 马英九就马上提到说 那你的合作要真诚的合作 你的合作不仍说你嘴巴讲的谦卑 谦卑再谦卑 说不羞辱马英九的一些官员 可是实际上你对马英九的官员 这个大选结束以后 你民进党没有错 在立法机构里面成为多数党 那你对于国民党是 极尽各种方法的清算斗争追杀 那在各种的意识形态的议题上面 也没有见到你民进党像一个执政党的样子 那也无巧不巧 正好是台湾反保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魏国燕 那么在昨天因为被民进党的名义代表 进行羞辱 他觉得这个我作为政务官 我何必让你羞辱呢 我不如挂官求去 所以他就决定辞官了 这其实也对于昨天双英会的时候 蔡英文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合作 那么有了一个非常讽刺的注脚 好的 那么双英会的话题 我们先告一段落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新任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的就职典礼举行 那么国民党有了新主席以后 接下来会有哪些的改变 广告回来 带您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盼盼视频 独家军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国民党创党以来 第一位女性党主席 30号正式的就职 新任党主席 洪秀柱慷慨激昂的表态 要带领国民党东山再起 第一步就是要让党内的智库转型成为战斗团队 还承诺会用最大的心力栽培年轻人 更向蔡英文喊话 台湾不是民进党的 不过就职典礼上 唯独不见朱立伦 引发外界的联想 高高举起主席党选证书照告天下 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洪秀柱笑脸的嘴 但下一步要怎么重振百年老爹 我们也要提醒即将上任的蔡英文 台湾不只是民进党的台湾 当然更不只是鹰派的台湾 隔空教阵已经做好准备 洪秀柱说要东山再起 非转型不可 我希望智库能成为吸纳 包括青年学者与社会精英在内的战斗团队 当年因为种种原因离开的失联党员 我们必须把他们找回来 不过洪秀柱当选之后不断传出 党内有出走潮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现任国民党明代王金平开口证实 不满的声音很多 不过讲到说要出走 很少说 话讲的有点辣 过去和洪秀柱一直关系深厚 王金平松口坦言 部分党内对新任主席有意见 不支持他就是不满他了 这个觉得很失望的人类很多 但是他很难跑就是当选就当选 会牵他会牵他 你会去牵他 听到就牵一下 接着和青年座谈洪秀柱赶紧澄清 因为你当选有很多要离家出走了怎么办 甚至于在我选举时候就有人说 我当选这个就是新党化 新党化可能是个名词了 就是小党化 就是泡沫化 不止自信喊话 洪秀柱也了解 国民党内青年觉得出头机会不多 抓紧机会向大家喊话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致辞师坦言 过去两次选举失利 我都有责任 过去两次的选举失利 我都有责任 我保证一定全力的 来协助我们洪主席 当过党主席的党内大佬 连战吴伯雄也都来官吏 但就只有朱立伦没现身 百年老店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党魁 党务人士却没同步公布 挑战不断降临 在昨天的就职典礼上 马英九是坦诚自己对于败选是负有责任的 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马英九在败选以后好像很少这么说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先生您的观察 其实马英九坦诚败选 他完全是因为党内所逼 各位去看 四个党主席的候选人 从洪秀柱黄敏惠李星到陈学胜 每一个都要要求马英九 你必须要为败选道歉 当洪秀柱向马英九去求援的时候 他要在换柱的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换柱大概是八月底到九月中 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开始进行 如果那个时候马英九愿意帮助洪秀柱的话 大概朱立伦还不至于那么快的 用这么强烈的方式进行换柱 如果马英九他不坦诚的话 对不起 人家还是会把马英九跟洪秀柱挂在一起 这个时候洪秀柱未来想要主持 中常会平平静静的度过 是有事实上的困难 这也就是马英九事先打了预防针 说这是我的责任跟洪秀柱无关 那另外就是洪秀柱在昨天的致辞的时候 是向蔡英文来喊话说台湾不是民进党的 我们请教一下教授您的观察 洪秀柱向蔡英文喊话 向民进党喊话 向台湾社会喊话 其实也是在向国民党的内部喊话 国民党的士气非常的低落 每一个人现在只想说有没有机会可以投靠民进党 或者有没有机会可以明哲保身 或者有没有机会可以让自己自身于风暴之外 那这样的一个政党毫无战斗力 你怎么去跟应付民进党排山到海的追杀 与清算斗争呢 所以洪秀柱必须在他当选党主席的这一刻 明白的大声的说台湾不是理民进党的 因为蔡英文这段时间 他已经频频的跟几个被认为 对蓝营比较友善的媒体的大老板 像中国时报的蔡衍明 像联合报 像是飞碟的赵少康 都分别与他们见面 而在见面的过程里面呢 讲话有硬有软 蔡英文这一种谈判的技巧是很高的 软硬兼施的结果 他已经是台湾的媒体 现在基本上已经倒向了蔡英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加上国民党里的失败主义 再加上台湾社会的民粹 以及从陈水扁到李登辉 一路改教科书 产生了天然毒的年轻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20年之内 绝无爬起来的机会 那洪秀柱虽然是个过渡型的党主席 他仍然必须把士气提升起来 那在昨天正式就职完以后的话 洪秀柱主席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闭门跟国民党的中常委 来进行肯谈 我们这边请教一下张先生 就是洪主席 他说的是一些什么呢 洪秀柱被换柱的整个过程当中 请问是不是中常委提议换柱 然后经过了中常会同意全代会的表决 换柱成功 各位不要忘了 这一届的中常委 有人说18席 有人说22席 都是王派立委 所以他就必须要安抚这些人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请问没有意见的 这一批人要用什么管道向洪秀柱表态 那就透过中常会 如果安抚不了国民党的本土派 极有可能出走 这个是第二个 那你第三个 他们谈的是什么事 谈的应该是化解恩怨 还有一件 就是说你洪秀柱他这一次的当选 叽叽呼呼都是黄复兴党部的帮忙 好 黄复兴党部现在反对的只有一件事情 你党产绝对不能交给民进党 那请问他要不要说服这些中常委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 他希望他在代理党主席的期间 这些中常委能够帮他去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2018的问题了 2018的九合一选举又要正式的登场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洪秀柱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的 可以去指责地方派系 他反而是希望这些派系能够不要出走 不然的话他这个党主席 纵然他不管怎么做 洪秀柱已经讲了一句话 国民党的分裂不能在我手上分裂 所以他就必须要跟这些中常委们肯谈 能够稳住国民党的局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谢谢台北演播室 我们继续关注党内新闻 日前发生在台北内湖沙同案 震惊台湾社会 蔡英文近日表示 他在愤怒之余已经找到答案 要把台湾的社会治安破网补起来 未来新当局上任之后 会将少年儿童安全及毒品防治当作首要的目标 其中可能会参考香港等地的辅警制度 希望能够提升见景率 台湾社会治安网怎么补 蔡英文说自己在愤怒之余已经找到答案 在治安政策上要将和少安全毒品防治当作首要目标 未来更应参考辅助警察制度来充实社区的治安警力 据民进党发言人转述 为了提升建警率 台湾未来可能会参考香港等地的做法 设置能够帮助警察的辅助警察来降低犯罪率 另外新当局还会加强小区照顾功能 增加小区专业人力 方便心理障碍者能究竟获得服务和帮助 不只蔡英文方面有动作 台行政机构也已经拟定短中长期计划 中期的对策 基本上大概是要由卫福部这边来加强心理卫教 还有高风险的精神病患识别 如果这个可行性还有一定程度的话 我相信未来政策的延续性是有可能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要里长多办活动 主动邀请里内特殊人口参加 用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 减低某些不定时炸弹随机犯案的可能性 有里长认为大方向正确 也有里长听了直呼太困难了 尤其是面对有攻击倾向的某些特殊人口 该怎么邀请让人头痛 中秋烤肉大会加户同乐 或是大人小朋友一起开心捞金鱼的原优会 这些最辛苦的是筹划执行的里长 现在市长柯文哲还有新招 要里长不只办活动 还要主动把里内特殊人口找出来参加 有里长听了脸上三条线 我们只知道说有几个比较特定的人士 就是精神状况有问题了 那你去敲他的门 他连开门都不开门 你要怎么把他找出来呢 或者说他左邻右舍就是一天到晚跟人家咆哮 一天到晚就是故意的甩门 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状况的话 那我们该如何去真正的把他带出来 有里长会说怪人家就没来 或是这样 当然完全怪也没有办法 但是人为一二三出来 变成完全跟这个社会偷窃 还是有过程的 坦白讲 每个里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有时候社会局不知道 柯文哲喊话要里长帮忙 想靠公共事务参与 减少随机伤人杀人可能性 里内活动少不了吃吃喝喝 里长边办活动还得兼纠察队 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小吃嘛 他一个人会一直拿一直拿 拿一叠塑胶袋一直装啊 特别会交代我们一些林长志工啊 就是说对他们要就平常心 不要让他觉得说他自己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大家要努力啦 那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可能个案需要个别的来做一个讨论 柯文哲强调近期会提高见景率 加强小学幼儿园的巡逻密度 北市府怕民众看太多不幸消息 身心产生负面情绪 另外增设24小时咨询专线 防堵任何可能 接下来我们进入盼盼视频热点快评 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根据环球网援引日本共同社的消息称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已就4月下旬访问中国进行最后协调 计划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30号的记者会上 针对此事表示 中日两国政府正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 报道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岸田访华反映了岸田希望向前推进中日关系的强烈意愿 在日本舆论看来 中日关系最近又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比如在重启东海七田共同开发的磋商等问题上 目前看不到前景 与此同时 中国对安倍晋三首相的历史认识 及其强化日美同盟的方针非常的警惕 已经正式实施的日本安保法将成为新的火种 中国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中日很难找到可达成共识的积极话题 日本媒体也有声音认为 日本外向访华也只是日本方面朝着正式改善关系迈出的一小步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人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 近日因一张瑜伽旧照而风靡社交网站 受到无数网友的追捧和称道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特鲁多2013年上传于社交网站的一张高难度瑜伽动作照片 受到网友的风环转载和热议 还有这一张 一般人晒娃就是双手把孩子抱在怀里 特鲁多晒娃则是用超人出场的姿势 将儿子哈登单手托起 看起来是帅气逼人 当然除了瑜伽外 特鲁多还擅长滑雪 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担任滑雪教练 除此之外 他还是出色的橄榄球运动员 参加拳击比赛 也是小菜一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0号的报道 对比了几位爱运动的国家首脑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秀探戈技能 俄罗斯总统普京势搏骑马 报道调侃表示 虽然普京一向以热爱健身而闻名 但现在普京作为国家首脑中最具运动能力的地位 似乎正面临的挑战 现在自拍是越来越流行了 不过下面这些自拍照肯定会让您想不到 首先来看这一张 前两天轰动世界的埃及航空被劫持的事件 最后被证实是一出闹剧 更出乎人意料的是 机上竟然有位大胆的英国乘客 跟劫机者玩起了自拍 所幸这名劫机者并非是真的恐怖分子 而这名英国乘客也被认为是心真的很大 不分场合自拍的还不止这一位 我们来看这一张 英国有位20岁的小伙子在酒驾被捕后 竟然不是紧张的打电话联络家人或者律师 而是开心的想于逮捕他的警察自拍 看来还真是喝得不少了 再来看这一张 这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女子 发现自己中了彩票之后 激动的还没有领奖 就先在网上晒了自己和中奖彩票的合照 没想到自拍照中的彩票上的条形码 被有心人士复制了 倒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奖金 虽然奖金数额不高 但是这女孩晒自拍肯定是晒得相当糟心了 自拍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自拍造成意外和伤害的例子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自拍者吧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的自拍 再看下一条 当地时间3月30号 劫持埃及航空公司客机的嫌犯 塞伊夫·穆斯塔法在塞浦路斯出庭受审 埃及检方于当天表示 已向塞浦路斯方面要求对接级者进行引渡 30号 塞伊夫·穆斯塔法在塞浦路斯拉纳卡市一家法院 首次出庭受审 法官裁定他在塞浦路斯还押后审8天 埃及检方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 根据双边引渡条约 塞浦路斯应将截击者交与埃及 29号上午 一架原定从埃及亚历山大 飞往首都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客机起飞后不久 即被一名声称持有爆炸物的截击者劫持 后来客机降落在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拉纳卡机场 当天下午 截击者向塞浦路斯警方投降并被捕 机上5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获释 塞浦路斯有关方面证实 截击者身上携带的所谓爆炸物是假的 塞浦路斯政府判定此次截击并非恐怖主义行为 截击者精神状况不稳定 好的 以上就是海牌新开线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人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开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开线 我是叶晴林